有一个枕头我们要关心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枕头呢 是北宋定谣的一个孩儿枕 那么这个定谣的枕 第一完整 又也很漂亮 另外呢 做雕塑这个婴儿 吊得非常可爱 栩栩如生 看见它呢 就好像想亲它一样 它是一个婴儿 拖了一个莲花 拖了一个荷叶 寓意是年生贵子了 因为这种枕呢 是宋代的时候呢 生活用品 是碎的 真的是用的 据说是冬暖夏凉 大部分我们见到的要不就整个业没了 要不头没了 要不就屁股没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完整的整 全世界加起来也不会超过十个八个 在三十到四十万这个价格当中我认为是还是很合理的 因为比对一些其他的持枕来说 虽然现在持枕呢还不是到了一定的价位 我觉得还是偏低 现在买一个持枕 普通的宋代的持枕 还是几万块钱港币 人民币就能买得到 那么这个级别就可以说是一级的级别吧 到了一级 收藏了一级的级别